明月娟 李宗盛 雅琪 王 郭彬佑 雅琪 郭彬佑 雅琪 郭彬佑 雅琪 大家都會覺得是不是非常之好啊 這個黑暗的力量 但是叫你現在入官房 很多人會跟我說什麼 看一下 怕黑啊 很多人說 我要在一個黑暗的不見天日 手指都看不到的地方 一關了門 我很害怕 我很怕黑 那這是什麼的原理呢? 首先你就要知道 如果你有這樣的情形 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恐懼 你就要知道 首先你自己在潛意識裡面 你就有後面這個黑色的手 這是什麼?黑色的手 你就有很多的陰影 你要知道你有很多的陰影 這個不是事實的真相 這個是你本身因為有經歷過很多的陰影 所以首先你愛去處理你這個陰影 可以通過我們的諮商的服務 提早才去處理 我們有協助過很多我們鼻黑關的朋友 有一些他們會 因為他們準備自己的愛 去找到自己的靈魂 找到自己的 我們說找到自己 所以我們真的有一些鼻黑關 準備鼻黑關的朋友 去提早處理好自己的深層陰影 第一個方式可以是這個 在這裡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怕黑 剛才你看到我說什麼嗎? 你的靈魂 你的靈魂深處的顏色就是黑 所以你怕黑是怕什麼? 你怕面對你自己 你怕接觸到你內心深處 如果一開始 你害怕面對自己 不肯去穿越的話 你會等到什麼時候 你才可以找回你自己呢? 你才可以找回你自己 你才可以認識你自己 先不是說找回 你才可以認識你自己 跟著 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升我們自己 打破我們自己 往一個更大的空間去發展 對不對? 所以對於又怕黑 或者是怕自己一個人的獨處 獨處的人呢? 我希望你們可以先 可以為自己做一些事情 不要害怕 我們同樣也都有在 被黑關當中去穿越的朋友 我記得我們在我們體驗營的一個朋友 他同樣是怕黑 其實他怕什麼? 他怕閉上眼 他一閉上眼就很恐懼 他曾經有一個創傷系統 閉上眼有關的 閉上眼之後 他做一個未用的治療 但是那一陣子他忽然間很恐慌 這個學員 他非常勇敢 他是在我們官房當中 一樣 他雖然害怕 但是他同樣去參加 在那個官房裡面 他逐點逐點去親自面對黑暗 他讓自己親自不逃避 勇敢去面對黑暗 而非常之恭喜他 他覺得他在這個 我們被黑關的體驗過程當中 他穿越 這個也是方法之一 同樣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 在我們被黑關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些朋友 是很年輕的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個案 有一個學員 應該是二十幾歲的 他是一個參加潛水 一夜淺 什麼叫一夜淺 就是在晚上 去深海潛水的運動的人 他們是參加深海的 晚上出去 我們叫一夜淺 深海活動的學員 因為他本身有參加這個活動 他參加了我們被黑關的靜心之後 他也會繼續參加他的活動 但是你知道嗎 在那一次的 夜淺 在深海裡面 潛入深海 在晚上 你在深海裡面 也是看不見的 也是 身手不見五指 的一個狀態當中 但是這個 學員在那一次的潛水的過程當中 他們最怕是什麼呢 最怕是失散 和他的團友失散 那個年輕人應該是二十幾歲的 因為他們把她弄一下她的眼鏡 她把她的潛水眼鏡弄一下 如果我會夢 她把她弄一下她的眼鏡 一下而已 她突然發現她身邊的人 她脫掉了 她找不到人 只有她一個人在環境裡 她看不到其他的身邊的存有 那一陣子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你知道嗎 如果她真的脫離了一個大隊 但是這個學員 她過一陣子 她覺得她在這一片黑暗中 茫茫大海裡面 她覺得她內心深處 有一個很寧靜 很靜的品質 正因為這個寧靜 她感受到這一片的黑暗的寧靜 在她的深深處 她不會一下子方張 因為在她們一下子方張的時候 她們的氧氣 也會出現一下子 會用到大量的氧氣 所以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但是因為她有避過黑關 她體驗過寧靜 黑暗的平靜 所以在那一陣子 她不方不望 她慢慢慢慢 又用她的方式 到最後她是成功找回她的團友 她脫離了獨自一個人 在深海的一個狀態 到最後她分享給我們 她覺得她對她自己非常之感恩 對她自己有參加過黑暗關 她覺得是非常之的平衡 所以她送給她自己生日的禮物 是什麼呢? 就是再次來黑暗關一次 她沒有什麼事 而且那而來的時間 更加的增加 更加的延長 這是她回饋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在這個生死的 體驗到這個生死的關頭當中 這個穩定的力量 平靜的、黑暗的、沉澱的力量的重要 所以她在她自己在下一次生日裡 送給自己一個生日的禮物 就是你再次來黑關 所以我提供有三個方式給大家 我親自知道的,有些朋友就是自己提早你面對 做一對一的心靈的諮商服務 處理了自己和很多黑暗的陰影 第二,或者親自勇敢的在黑關當中勇敢的面對 你會發現到最後你會重新認識黑暗的力量 重新找回可以面對黑暗的大力力量